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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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加油 我喊謝國良大家喊動作 謝國良 動作 謝國良 動作 謝國良 動作 國民黨金融市長候選謝國良與熱情的支持者握手擁抱 現場當選生不斷 氣氛熱烈感人 這次謝國良後援總會成立現場 吸引了超過3000位民眾參與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特別前來為謝國良批刮競選彩帶加油打氣 朱立倫強調當了小愛爸爸的謝國良未來會是最有愛心 最能改變基隆的好市長 他這一次參選基隆市的市長 是以小愛爸爸的心權 要把他對小愛的愛 帶給基隆每一個家庭 帶給基隆每一位市民 他一定會是最有愛心 最能夠改變基隆最好的市長 大家說對不對 朱立倫也親自授起給謝國良後援總會總會長 前立委徐紹平 朱立倫表示 這一次國民黨基隆北北的市長候選人抽中的號碼 分別是1126 正好是選舉投票日 代表老天爺也幫忙 呼籲選民一起支持北台灣這四位國民黨市長候選人 國良很好抽台灣桃 抽中一號第一號 我們張善政也抽到1號 所以 桃基北北或基桃北北 我們新北市 我們豪佑他抽到幾號 2號 2號 你知道吃完我們抽到幾號 6號 所以我說 這天公佩幫我們幫忙 謝國良除了感謝各個族群團體的熱情相挺 也提出基隆科學園區三部曲政策 將效法日本東京與鄰近新北市 在基隆科學園區與北無獨等工商共構區域成立第二行政中心 新北他們透過跟民間合作創造更多的空間出來 所以新北市的第二行政中心完全是由民間蓋給新北市政府的 光是這樣子的一個案子就替新北市政府審下 有將近我認為七八十億的新台幣 所以我認為跟民間的合作 用民間的土地創造更多的容積空間 是基隆市政府未來要走的路 另外對於基隆科學園區政見 謝國良也強調一定會透過開發一條龍 加速產業服務行政效能落實執行 未來這方面我們會提出更多的論述 來支撐我們的立場 基隆就是需要打造一個像內科一樣 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工作的就業基地 他的名字就叫基隆科學園區 這是一個很好很正確的想法 我們會繼續推動 謝國良提出的基隆科學園區政策 也獲得趙少康等人的肯定支持 包括前基隆市長張通龍 及基隆市議會議長蔡旺蓮 與所有國民黨議員 里長候選人 都出席這場後援總會成立大會 謝國良表示 未來四周已經規劃邀請侯友宜、盧秀燕、韓國瑜 及前總統馬英九等人前來站台 相信一定能撥亂反正 贏得最後勝利 記者張祈燕金融報導 議員、議員、議員、議員